之前可能不知道是否新经济股调整的时候 亦都大家觉得地产股好像是一个避险的地方 稳定点 变成今年以来估计大幅跑人行止 但是过一个月就交出了一点 你们的in-house觉得 其实这个环节究竟反映了没有 会不会或者最近一个月调整之后 是可以买一个sector 其实看回今年香港的地产股比较有优势 因为其实在另一方面 很多时候都会看回国内的地产股 国内地产股今年危机处处 对啊 无论股和债务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麻烦 反而香港这边是安全一点的 因为他们其实首先息率也不错 另外就是他们其实卖楼方面卖得OK 楼价又升了 香港可能他们收租那边 其实又不算很差 因为我想可能最坏的情况都是去年 今年其实疫情香港也算是放缓了 所以整体上其实又在香港发行商方面 其实是不错的 他们卖楼上半年卖得慢一点 其实推盘有时都有些影响 其实看回我想新鸿基 可能他们接下来星期四出业绩 但其实他们因为刚刚截到6月的财年 其实卖楼也卖得不算那么好 其实350亿的卖楼目标其实都做不到 但是很多都是因为他们推慢了 是的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就是始终未开关 他们的豪宅盘是卖得比较慢一点的 所以接下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即是未来这个财年会做得更好一点 是的 看到之前有些发展商一早 其实在上半年或者去年的第四季 已经做到 变成在最新一份业绩那里就能反映到 然后其实也有一些 譬如你突然的收入 其实还未曾拍入 譬如你新世界那些 听说都是斩成三年 逐年你都会听到它是预留了 多少亿多少亿呢 是可以入仗的 其他的发展商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们卖楼方面 继续做到货如轮转 有些个别目标其实都全年是达到的了 像你所说的新地那些之前的股价 有一点点落后了下来 大家就觉得好像跟同行相比 好像他没有那么飙青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有很多他们派到息 甚至是就算业绩的核心盈利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他都能够增加到派息 个别更加派到特别息 令到整个大家觉得就是说 不要紧要 我们可以坐在这儿 其实他的预期股息率也很高 其实这样我会安乐一点 对了 接下来这个想法是否都会继续 就是在投资者的眼中 是的 其实如果你说派息那方面 很多时候就是说 内房反而你告诉他派10厘 我害怕的 不要给我 甚至乎债的那些你都会担心 是不是也很害怕 你说10多厘 但是可能 价格已经跌了很多 但是反而看回香港地产股 其实他们的派息过去 都是有个明显起码可以站稳 或者有个增长 就是特别息就很难说 有时可能你个别一年两年的情况 但是整体上 一般的派息那里 其实都能做到 还有他的派息率本身 相对于盈利 又不算是很高 那变成他有空间 其实有时是做得比较差一点的 那年的业绩 但是不要紧要 他都可以照派回去 他原先就像去年一样的派息那里 那变成了其实 他的息率就比较可信性的大一点 是吗 还有那个透明度高 你大概都看到 他在卖什么楼 做什么 还有最重要是 走走走他的商场 究竟是不是真的 人流回来 但是这个问题 亦都是我第二个想问你的问题 因为你发展商有时 你不是只看到他卖楼就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间 其实他会有很多 譬如一些 投资物业 又或者是一些商场 办公室那些 有个别 占到他整体的收入 差不多一半 那我接下来是 究竟怎样呢 就是我会怎样拿捏 那个疫情对于他的影响呢 因为很多老众之前都出来说 感觉上都似乎 这一部分是比较难捱一点 那我是不是要选择 那个 卖楼收益 占盈利比重高一点的那些 就是第四个策略呢 其实两边都各有各的问题 其实卖楼那边那边当然 其实接下来都会加快一些推盘 所以其实都有个空间在那 去有个比较大一些 其实卖楼卖得好 很多时候股价也有某程度上 可能都会有少少帮助 也不奇怪 那有另外一方面可以看的 就是他们的盈利 很多时候租金的部分 其实最近这一年 其实可能是比较弱一点 但是我想他们的空置率 其实某些环节都比较高的 尤其是说的 比如商场那些 那些都个别有去到10% 是的 准备了几个百分点 是的 但是你反过来想就是 如果疫情是可以 就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有机会通关 那其实就会帮到 双引擎 是的 而且因为空置率 其实就相对来说高一点 但是其实都有空间 可以做回很快有个改善 其实对于那个收入来说 都会有个帮助